路加坊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誠 素上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为什么它是美好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时的加拿大色安教会 是未增长到过百人 所以变成如我所说 里面很多人都是单纯的 是顺量的羊 所以变成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用这种模式 我再讲这种模式 叫巴结的方式 神是容许的 因为神不容许你巴结的狼 如果你对羊能够做一个好的态度 你去服侍他 你去和他建立友谊 而这种方式对于一个单纯的羊来说 尽是容许的 即未至于去到犯罪 但只不过当你的人数 或者教会 或者团契的人数 过百人 而里面慢慢开始掺杀一些狼 掺杀一些因为利害关系而回来的人 或者甚至一些羊因为信主多很多年之后 他慢慢由羊变成狼 那时候如果再用这种来者不拒的方式 那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变到 我们教会的宗旨没有变到 我们的做法没有变到 但问题 那你就得罪了圣灵 明白吗 这个就是原来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会知道 没错 我们要知道选择 不要挤派人 我们要挤派神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 原来当按住我们的成长的话 就好像我们不能够一世吃灵奶一样 我们要开始吃灵粮一样 其实原来就算我们搞的教会 是一定要与时并进的 我们不能够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底下 去将这东西推堂了 当人来到教会当中 他尊重你 他看你是领袖 他比十分一的话 那你已经是受了别人的恩惠 你不可能 就是用一个藉口 就是我以前这么做 现在我又这么做 但是已经是时而世逆了 你里面以前没有狼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来者不拒 但是如果现在有狼的话 你这样做就在神眼中来说是巴结 并且还得罪了圣灵 所以现在我特别针对 在那八个月的时候 是没有这些狼进入来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回到香港 四个月之后 再回到来 又看到了 开始看到狼了 也可以说又这么巧了 原来我留在这间教会的 又是一年中一点的情况下 也是这间教会可以说 如果以圣灵作标准 不是以人的所谓 搭肩膊 巴结得人多作标准 以我所看 这是我自己所经历的第四间教会 是他们最辉煌的时间 第一间就是我所说的香港真道教会 第二间我所说的就是Glad Tiding 第三间就是多人多的Mannetta的教会 因为这三间都是我去了之后 没有多久就收工了 让我看到他们最辉煌 和他们自己插水的时候 但是想不到 这一间加拿大色安教会 也是 因为我回来之后 几年里面都处理了很多 他里面的人的麻烟 很多人的跌倒 离开 就好像Ed 甚至我所说CBC那边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跟进我的Ed牧师 就是我哥哥 熟灵哥哥 后来在后期都有参与石案教会 因为CBC那边慢慢解散了 但是问题是 回了没多久 他都走 因为他说根本不行 聚会的港度重复又重复 并且去的时候压制多于什么 并且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标准 去巴结那些狼的标准 导致根本信仰生存不了 所以他后来就离开了 当时我也很悲惨 而事实上后期 他更说给我听 他走过之后的几年之后 你会看到他甚至 那边石案开展那种Open Church 直接不用回了 根本你回去不用听港度 没有神的话 就这样坐在那里 谁有感动就上去讲 谁有感动就上去扮奴 叫扮鸡 在那里叫 总之就是 那些就叫做圣灵彰显 大家看看圣灵如何彰显 所以变成了 到那时就直接觉出其谋 有些人带香港交回去照 免得自己在聚会当中睡觉 这样 所以 竟然那边的 就是加拿大的石案教会 也是当我上机的时候 又是插水 因为我上机的时候 就是那天早上 我本身 临上机之前 我在那里的 八个月 再加后面的 那半年 这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足足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我在那边 是慢慢成为年青人团契的副团长 但是我上机那天 他就撞车死了 所以 神要我改名叫Leaves 单独离开 真的有意思 因为我回香港 又是单独的 一个回来 所以原来 由我信主之前 到我信主之后 包括现在改名叫Leaves 单独离开 都可以说是很震撼的 就是那个直接反映出 然后之后 神所给我的带领 但亦是在 当时加拿大的那段时间 就是在 加拿大石安教会的 这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当中 神要我一到步之后的 几个礼拜 一次我坐车的时候 他突然间要我改 另一个名字 就叫Win 就是现在大家所知 我这个名字 那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 我现在看回 当然我认识很多人 但是每一个 称我做Leaves的人 都见证了我单独离开 但是后来我回来香港 那个人叫我Win 那他们就见不到 我单独离开的日子 因为我回来香港 开始了教会 好了 那说回我当时这个日子 所以你明白 不是说等于 那种日子一定好 原来那种日子 真的可以说 神安排之下 我没有干犯了圣灵 所以导致我培养了 圣灵在我生命当中 就是那种长期 可以说入住的那种经历 在那段时间 因为 如我所说 我身边的第一 我回那间的大学 那些身边的朋友 无论团契里面的朋友 或者是这些同学 全部都不是狼来的 而当时回的 刚刚叫做 开始了 段礼拜计的 加拿大社安教会 也没有狼进去 全部都洋来的 所以用这种 所谓来者不拒 那种的态度 其实就不会干犯到神的 OK 神没问题的 不会瘫痪了他 而并且 甚至在那段时间 也是如我所说的 我是很喜乐 简直现在我想回的时候 好像梦幻一样 我一起的 跟他们去这些 的夏天 去完夏天 回到学校的时候 享受学校的生活 去偏我的时间 不断的能够有机会 去回教会里面 不同的聚会 而当我开始 去到这个的 温哥华的生活当中 可以说开始 应付比较多的 这些比较高级的功课 但因为如我所说的 我特意篇定 就是说 我是会有足够的时间 去休息 足够的时间 去翻教会 但是也是那段时间 就开始 因为就如我所说 多了这个启示的眼睛 但是相对 我也是在那时候 熟悉我的记忆力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在多伦多那里 开始产生了 我去到这里 去读书的时候 这些的记忆力 我开始慢慢由 功课 读书 读英国文学 读religion study 即是宗教 慢慢的记忆力 开始熟悉 在 记得在圣经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 我直成是 可以说 首次 去到加拿大 已经第二年了 首次是回了一间 华人灵恩教会 OK 因为 之前我在加拿大 温哥华 十六个月的时候 石安教会未成立 去到那边八个月的时候 都仍然是 没有回一个 华人的灵恩教会 所以导致我要回西人的 灵恩教会 然后选一间中国人的 华人宣度会 在这里 我是首次回了一间 华人的灵恩教会 而在这样 甚至我读了这些神学 在学校有读 我自己争取了 我自己在Gladtiding 那里有报名去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熟悉了 过目不忘这种特质 发觉在记忆当中 是会多了一种 我称为灵感的东西 就是怎样呢 譬如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当时我 当然我未有策略的眼睛 到那个阶段 可以很复杂 记得 或者有很多真理出来 因为 譬如现在 我都曾经分享过 有时的星灵 几分钟的 让我 去得到启示的话 我有时要几个钟 和大家分享 这个是 常有的一个现象 但当时没有那么复杂 是初形 就是当时建立的 现象就是怎样呢 记得 我就是在一个 喜乐的生活 在一个 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一个 不断追寻神的生活下 圣灵是很容易去运行的 甚至连参与教会的 事奉里面 都没有得罪 圣灵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已经开始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说 人家问我一节经文 或者人家跟我讨论一节经文 我就发觉 我在记忆当中 除了我记得这节经文的话 我竟然在记忆那节经文当中 在回忆里面 是有灵感的 这个灵感 就很特别了 因为开始我还没熟悉认识 Gideon 即是赵仲权牧师 所以当时我没有工具书去查我自己的 所谓灵感 因为它全藏在我记忆当中 只要有人问我一节经文 我读一节经文 或者我见到有人上台 去分享一篇的讯息 我就已经有这种回忆 有这种记忆 直至到最后 我去学习 有机会去探访Gideon 第一次我最深刻就看到 这么大的图书馆 而事实上 后来我慢慢 如我所说 我的车的问题 而导致我直接住在家 我就开始问他一些 就不是问他关于灵感 因为那些太小问题 我问他一些 大体一点的问题 我有什么书可以查 有什么工具书 有什么字典 譬如这一节经文里面 我如何找回原文 是他教我怎样用strong number 教我怎样用strong number 去找回这些字 但当我开始去查的时候 我就发觉 很震惊 就发觉那些真是启示 《鲁加坊》第2章 第25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誠 苏上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也许多了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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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命受欢迎在没逃避 容我深刻感传你怎等你 尚一套美怀永久不舍离 神真美雪果尚在丝力 全流放远的血 而我依靠你永不离我心灵 可想尋着你 感谢观看